贺锦丽跟着副手华兹飞抵芝加哥 准备参加19号登场的民主党拳带会 贺锦丽前往芝加哥前 又来到关键摇摆州兵州 这是这个战略是关键的 是关键的 我们会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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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副手华兹也在自己家乡 内部拉斯加州奏势 一连四天的拳带会即将登场 总统拜登将在第一天打头阵助选 周末都在大卫营闭关准备 这一周的重头戏就是民主党拳带会 让另一头的川普试图想要抢回焦点 川普将连跑四个摇摆州 她也开始攻击贺锦丽的经济政策 川普还在社群 剖出一张贺锦丽的照片 背景是一个锤子苏联国旗 明显是AI生成 故意嘲讽民主党拳带会 根据华有和ABC新闻民调 贺锦丽赢川普四个百分点 CBS民调贺锦丽也领先三个百分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有64%30岁以下的选民支持贺锦丽 比川普足足多了30个百分点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